這個朋友是問比亞迪電子的 他有45.6元 他就問你怎樣看比亞迪電子呢? 他說為什麼不會像禁封利業一樣 升得那麼厲害呢? 因為禁封利業其實是不停破頂的 那兩隻股份是完全不同的 大家要搞清楚在業務上 禁封利業是真的做理方面的材料 它有很多上游的礦場 他說的產品本身也是以氫氧化鯉 和碳酸鯉 做一個主要的銷售產品 而這兩種材料近期的價格都升得很厲害 特別是氫氧化鯉是升到很高的水平 而且他本身供應給一些電池生產商 你說電池出貨量多的 對他這些材料都是有價有市 但是比亞迪電子基本上他就不是做 主要業務不是做電池的 雖然他的名字是有電字的 但是其實不是做電池的 如果你想看他做鯉電池的部分 即是LFP 這個就在1211那裏 即是在比亞迪股份那裏 就不在225那裏 那225做的業務是甚麼呢 比如一些手機的代工 手機的零部件 再加上之前做口罩的 但是你想想現在口罩業務 究竟這個marge還有多高呢 所以基本上他在業務的性質上 和禁封利業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股值或者走勢 也不能直接比較 所以由於比亞迪電子做的業務 本身增長出現一個疑問 也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 那當然令到市場一定要買它 所以你說股價弱小一點 都是一個可以理解的現象 對 他說45.6就有貨 那怎麼辦呢 譬如我舉個例子之前都說 他有機會做電子煙 那這一類的消息 譬如這一類的消息 真的有一個比較實質的東西 公佈了會不會有一個爆上的機會 你也提了我 本身近期也都說做電子煙 但要說電子煙 現在在現時的國策下 似乎都不被鼓勵 這件事要很小心 他之前投資了那麼多的資本 搞一些生產線 做一些R&D 結果可能現在臨到最後 可以出貨的時候 發覺原來國策上 是不想人們吃那麼多電子煙 那你說到最後他的結果會怎樣 所以這個因素 我覺得對於他來說 就未必是一件好事 如果45.6有貨 應該現在 那我找位子走了 走了 簡單一點 這隻股票真的不值得去到長沙 速殺一下 冷脫 快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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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ente 爺 糟